每个位置都已经处理完毕 下面给大家介绍蒜蓉酱的制作方法 这是400克剁好的蒜蓉 再用刀剁着蒜蓉是一定要剁的细一些 这样在食用时蒜蓉的口感比较细腻 锅中倒入少许的植物油烧至七成热以上 用热油去拎这个蒜蓉 激发出蒜的香味 用热油反复的拎三次 让蒜蓉酱彻底的成熟 激发出蒜的香味 热油拎完以后 下一步给蒜蓉酱调味 下入蚝油20克 下入精盐5克 下入鸡粉3克 把所有调味料和蒜蓉酱搅拌均匀 蒜蓉酱经过热油拎完以后 它的颜色呈轻微的金黄色 把蒜蓉酱在蟹肉上均匀的涂抹一层 蒜蓉酱的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 蒜蓉酱蒸制海鲜 味道也特别的鲜美好吃 操作起来也特别的简单方便 接下来上蒸香蒸制帝王蟹 蒸香上汽以后放进帝王蟹 蒸制6分钟以后取出 帝王蟹的蒸制时间不要过长 蒸制时间过长影响蟹肉的嫩度 这是青红椒粒 把青红椒粒撒在蒸熟的蟹肉上点缀颜色 接下来最后一步给蟹肉滋油 锅中放入少许的植物油烧至七成热以上 把烧好的热油拎在蟹肉上 这样能让蒜蓉酱的香味更加的浓郁 拎完热油以后即可装盘 首先把蟹肉的腿部按照盘子两边摆放 在腿部的中间摆上蟹腿根部的身子 这样摆出来的帝王蟹造型比较美观漂亮 最后盖上帝王蟹的蟹壳 有喜欢重口味的朋友可以在蟹肉上淋上少许的蒸鱼齿油 朋友们下期视频想学什么菜肴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观看